郑杰首度忏悔家属批律师 对二毛脱罪 这太严重 去年五月北杰随机杀人案 四死二十二伤 凶手郑杰当场遭捕 不管是问讯还是开庭 郑杰都相当冷写冷漠 甚至还抖角冷笑 怒视家属 没想到昨天辩论中杰庭 竟然认错了 还说 如果可以出去 我不会再杀人 律师向法官说 郑杰年纪轻 犯案后有意投案 杀人时为了减低死者痛苦 都是一刀毙命 这话听在被害人 和死者家属而立 难以承受 有人当庭痛批 也有家属颜面哭泣 因为律师讲的部分 我觉得他一直在 对二毛脱阵 这样子的话 你可 律师可可保证说 二毛出来不会再继续杀人吗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希望是死刑 不管说他有没有叫话的可能 管我一个公道 因为我们这种身心的折磨 真的是没有可以保险的 他是回来再谈我的大一幕 但我朋友都一直走不出来 恐怖景象 莉莉在目 郑杰背负四条人命造成 22人受伤 未来何去何从 法官决定 全案将在3月6号宣判 我知道他是一个 他是在 站在很超然的立场 可是他在当场的表现 让我们这个家属很受害 董新闻 综合报道